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主耶稣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 他对门徒说 你们来跟从我 跟从我 所以门徒是愿意跟从主的 他们不是礼拜堂徒 他们也不是知道自己有永生之后就为满足 他们是被基督吸引 被福音的真理吸引的 不是被神迹或者世界的成功 人的学问知识甚至神学来吸引的 所以我们只有把福音真理传的全被 门徒自然被发掘 那门徒培训的整个精神 是要得基督的思想体系 那这不是一朝一夕的 乃是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时间 继续借着真理 认识 装备 确认当中 才能够形成这样的思想体系的 那我发现很多的信徒呢 他们断断续续的认识圣经 但是没有很系统的认识 所以不少的信徒是对圣经 只了解字句 不了解经意 那不然就是抓住个人的 有一些经历不扎实与真理 那这是没有根基的 因为人的情况 情绪都会变动的 怎么能以相对可变的来取代 那绝对不变的神的话呢 那门徒最终会把关注放在哪里呢 那就是传福音了 活出主的道 那我也不愿意 我们生命堂将门徒培训 当作一个大概念 要怎么装备很多的知识 学问 神学 三十六课等等 其实门徒的特征 就是他们得了主的生命之后 历时的要传这个生命 就算是刚信主一天 也是马上要把这个福音传扬 这就是一个门徒的生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